原来嘛 总是就自己心眼太小 实心眼 以后反正就 不要太大了 太小心眼了 就是说现在已经和他两个对手都会在一起了 不在一起了 自己的话就把自己再做的就好 不要在原来当中太小心眼了 对他一生一股的形势太重了 那种也不好 就是说现在已经对手了嘛 原来这好多事情 我就只能把方方说对不起 他带着很容易有不好的影响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对手了 就是说对他然后找一个更好的 就是说我这边嘛 以后我自己再搞的话 就不会再像那种小鞋 就是男人默契心也放宽一点 失去了这段爱情 小赵得到了很多 我相信如果再开始一段感情的话 他一定懂得如何去维系了 他明白了 爱情是共同分享 而不是相互折磨 和昔日的他们有着同样困惑的情侣 包括看电视的您 这样的人一点都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来告诉大家 我受不了他了 为什么受不了他呢 他天天没事老管我查我电话 然后查我QQ 你俩认识多久 在一起一年多快两年了 从认识的时候就查你的电话 查你的QQ吗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 但是后来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知道每个人都要说一句话 每个人拿了照相机拍下来 然后发彩信给人家发过去 有这么夸张啊 因为他不老是 天天在外面勾三大四的 哪有啊 他是做生意的 我就经常能看见他跟别的那些女顾客呀 特别暧昧 然后我就受不了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卖的是男装 卖男装跟女顾客勾三大四 就说不过去吧 因为有一些那些可能女顾客来给男朋友 然后什么买衣服周扁啊 然后买钱包 然后都会买嘛 然后他就会那种 妈妈手啊 然后说话也特别亲密 那个 我这样啊 别着急啊 来这边观众席里面 麻烦您来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您就当顾客吧 你给看看是什么样子啊 来吧 你销售一下你的东西 选哪种类型 是送人啊 还是什么 我 我过 平时那样吗 来吧 就是 不是我觉得呀 让他代表他表演一下 哈哈 啊对 哈哈 这要好来你过来 他认为是什么样的 对 你就演吧 现在你就是男朋友了 来 那个你是送人那自己搭呀 送人啊 嗯 那个表给我 还挺厉害 这个表你喜欢吗 还行吗 带上试试吧 你带上试试 我给你带上试试 带了我给你带 你看多好看呢 哎你多白多适合这块表啊 看你姿色 我看你这模样多真啊多好啊 你看真的特别适合你 你看这手哎呦多白呀 哎你今天多大呀 啊2020 你有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没有啊 哎看你手相真好 真的呀 小军啊 我不是那样人卖行吗 我先你你 人家说了 不舒服 我看着我都不舒服 有过刚才那种情景吗 你有表不错啊 手很白 有过吗 很正常啊 给人戴手表 有没有过 有过 几回 没几次 几次 很正常这种事 啊 这种事很正常 也就是说你经常性的 拉着女顾客的手就这样 哎呀手好白是吧 不是 是吧